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飞机飞到三万英尺的高空 时候许下生日愿望 预议是飞得更高 这个想法还蛮不错的哦 当黑牛和饭爷坐飞机的时候 感觉很有在家地 feel大黑牛玩手机饭爷看报纸 宿面朝天穿水衣的饭爷看起来相当放松 很居家感觉人很好的样子 两个人是指向扣的样子 也是狠狠的撒了一把狗粮 陆寒之前说的是自己有恐高症 不敢坐飞机 才知道原来有的恐高症 是连坐飞机都不敢坐的 不过陆寒就算睡着了也帅气不紧 看着格外安静观瞧 这侧眼也是帅得没话说啊 陆寒在飞机上睡得如此香甜 看来人是累坏了 或许也是怨机 姚米作为大忙人在飞机上也忙着打电话 看样子估计是飞机还没有起飞 不过在飞机起飞后可不建议这样打电话哦 姚米除了打电话以外 手可摸悬着 再抠鼻子 没想到这一幕被网友拍下了 这可是干了个大嘎了 这样的不雅动作和他的女神人设很不搭有慕友 想到年F4红红火火的时候 周渔民和吴建豪同行被偷拍 果然有言任性 不过同况起来 还是谁丑学尴尬呢 baby在飞机上睡觉也是美美的 感觉很注重个人形象的感觉 受伤的大钻戒真是大的黄影呢 小明哥出手下来都是SO大方 看baby的睡姿紧直就是女中豪杰了 歪着头鞋着身子 睡得嘴巴都张开了 哈哈 这样的姿势是最容易流口水的了 霍建华在坐飞机的时候 被飞机上的空姐发现 这部空姐们赶紧拉着霍建华先拍一张合照 不过霍建华也真的是非常努力啊 是没有一点明星的架子 非常配合空姐们 并且平时不怎么笑的他这次也是笑了起来 黄伯和黄磊两个老狐狸在飞机上不注意形象就开始吃东西 看一看到他们在飞机上吃的东西真的是非常丰富啊 有螃蟹 小龙虾 还有各种食物 让人看见就想流口水啊 看这两位这着急的样子 好像谁要和他们抢吃的似的 这么多飞机上的明星中 张艺兴亮了 因为大家在飞机上的时间基本都是唯一能休息的时间 大家都会很放松的 但是张艺兴只还抓紧着电休息的时间工作写歌 不得不说张艺兴能有今天这么红一定是有原因的 即使是在坐飞机的时候还在认真写歌 真的是非常努力啊 田亮之前身为国家跳水运动员 在退役后进入演艺圈发展 其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田亮严重的洁癖 田亮与叶一切在飞机上 全拿着纸巾在擦拭座位和扶手 夫妻俩表情认真 动作神同步 似乎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藏着污垢的地方 感觉鸡、舱的清洁员会很喜欢这种处女座的乘客啦